经典赛中日大战就要开打 马总统在脸书上要大家为中华队激气加油 吓坏一票网友 马总统笑笑不说话 连个加油的手势都没有 不过全场反倒松了口气 妇女节碰上经典赛 马总统只台妇女政策不再公开喊话加油 不过总统心系国球 从他的行程表露端倪 马总统行程表下午三点半之后就喊咖 副总统吴敦毅也一样 四点之后就没有公开行程 特意控下时段难道是要在家观战 行政长佳英华为了何思辈巡 被绑在立法院更是急得不得了 我也很希望今天立法院的总质询 看是不是能够早一点结束 因为他应该是六点钟就开始 所以我希望大家一起替中华队加油 我平常吃日本料理就很在行 那今天我们更希望全民一起来吃日本料理 政治人物看球赛 只敢战远远低调默默加油 就怕一个万一中华队输了 得背上水神大黑锅 北市府架设转播台 要全民一起集气 中华队加油 中华队中华队中华队 加油加油加油 TVB的新闻杨玉轩侯清理台北采访报道 给大家看